所以甚至于我都看到那么一篇文章 就是说中国武术是不是反映中国人就是虚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真东西 还是能忽悠 甚至就有人说中国武术的舞蹈画 变成跳舞的舞了 说这个舞蹈画 说甚至不是建国后开始的 说甚至不是说建国后咱们发展体育 说是很早以前 你这个武术就变成了一种套路 变成一种套路之后不中计计 而且就像你说的 很多时候变成了老江湖之间盘道 就不像拳击摔跤这么实打实 所以他们就认为中国武术是到最后 慢慢失去了实战的技术 对 所以它这个源头确实不是 它确实是49年之前就有这个源头 我们看民国的时候开始有国术馆 那些顶级大师拍的照片 一看身边都是一帮小孩 他要半班收钱 所以你也觉得这些大师很悲哀 就是那些小孩你156岁 你教他什么 你只能是教点套路 感觉还可以 上云祥当时在北京教权 也是大学聘 上云祥就因为别的老师都教套路 上云祥教战装 然后占了一个多页 所有学生都崩溃了 然后上云祥是北京那个顶级的武师 结果就是因为教不了这个大学生 教不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学校就竟然把它开除了 所以这跟传统跟西方的学校制度 它是两码事 就比如说我老问这俗的问题 照你说即便是像当年上云祥他们 这种练行义拳 或者练中国功夫 练到家了的这种高手 他要是对打今天拳击的高手 或者泰国拳的高手 有高下吗 这肯定是有高下的 我们的高 非常相信 这个是咱们可以拿一个事情作为例子 因为在民国的时候 因为当时 你就是说到拼刺刀一向 因为拼刺刀在民国的时候是很厉害的 日本人靠着刺刀术 感觉是胜过俄国兵了 日俄战争的时候 然后当时基本上是英式和日式的拼刺刀的方法 然后后来李存毅 就是一看就是你的刺刀方法 觉得你们这个思维局限在步枪的长度上 力点不对 我给你调一下力点 就是中国人这个枪是更能发力的 所以后来中国北方部队的刺杀手册 就是使刺刀的方法 中国人是用中国人自己武术的方法 去用这个力弊 这个着力点的位置 单刀里存毅 是啊 哈哈哈